这是笨鸡 还是突鸡 难道是斗鸡 他叫杨红谦 这些战斗力爆表的鸡就是他养的 为了养这种鸡 他差点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美好生活 他自己选择走了这么一条艰苦的路 可苦了在哪里 不知道就像要饭的事 也意味着好斗的鸡 他四年翻身 2016年销售额超过600万元 看老杨如何靠鸡中的战斗机实现梦想 欢迎收看制服经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叫杨红谦 我们的记者去采访之前就问杨红谦 说你这个鸡是什么品种呢 他说也没啥品种就是山东当地的土鸡 我们的记者又问了说那你这个土鸡到底有什么特点 杨红谦他特别自豪 他说他的鸡各个都是战斗力爆表 您问了怎么个爆表法呢 咱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下 他叫杨红谦 在这三百多亩的苗圃里 他养了这些鸡 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些家伙打架之前还要先把脑袋上的毛立起来 打不打的赢先唬住对方 那只就属于战斗力比较爆表那种 就是说这个比他大的比他小的全都不怕 银桥这家伙打得毛都快没了 还四处找对手呢 老杨说他的鸡战斗力爆表 就是因为活得特别自由 每天清晨老杨都会把他们从鸡圈里放出来 这一万两千多只鸡 就在这三百多亩的树林里自由溜弯一整天 没事找找虫子 再打个架还动不动的就上树荡秋千 不仅如此 这些鸡最小的也有六个月大 用老杨的话说就是战斗经验特别丰富 老杨今天要在基地举行一场比赛 虽说打攻击厉害 可他还是要抓两只做奖品 您别看这脚边上到处都是鸡 可要想抓住还真不容易 这种抓法绝对抓不到 因为他一看到人靠近他直接就飞跑了 我们平常抓的话就得慢慢的从背后靠近 抓个鸡太费劲了 白天抓好一两只还可以 批量抓的话是不行 十几个人一个小时也抓不到几只 这些可以好打好动 体性比较大 这个大吗 这个大 我们刚准备好一只大公鸡 老杨的客人们就陆续到了 今天他要举办的是一场小朋友的捡蛋比赛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导弹部队 我们这个不是导弹 我们是找蛋 我们去树林里边去找鸡蛋 小孩子拿着戴着我们的帽子 然后拿着篮子去找鸡蛋 最多的小朋友我们会奖励这只大公鸡 杨洪谦请来的全是他的客人 一则是为了让他们看看平日里买的鸡是怎么长大的 以后买的放心 二则大伙玩的高兴 发个朋友圈 就能成为老杨的一个个活广告 订阅 夜不及天使 介绍了 你几个 两个 比赛很简单 小朋友们玩得很高兴 最终大公鸡被这个小女孩迎走了 正好到了饭点 杨红谦支起铁锅 给大伙做上了铁锅炖鸡 杨红谦负责炒鸡块 这位大哥则给锅边贴上了面饼 老杨说 这就是当地老百姓最喜欢的炖鸡贴饼子 锅里边这个饼啊 最好吃的 最极品的 就是这个饼靠近菜汤这个地方 就是最下边 就是最下边 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味道 那你快尝尝 我小时候家里炖菜 就下边靠近菜汤这个地方是最好吃的 出来了 这饼子一出锅 大伙就都围过来了 一边吃还一边夸老杨 大伙的鸡 你煮出来鸡汤特别流量 还有那个香 后味还甜 因为它生长时间长了 吃它就已经很放心了 你再来就是来玩了 刚才也发朋友圈了 对 把我们那个 发朋友圈 把我们做的这个 那个地锅鸡 还有这锅饼发了以后 反应很大 就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如今老杨的鸡地 每年能卖出五万多只鸡 一百多万只鸡蛋 平均每只鸡的价格能达到一百元 而杨红谦也用四年时间 从几乎身无分文的人生低谷 一跃翻身 2016年的销售额达到六百多万元 老杨的事业小有成就 可他说 这背后有一个人是大功臣 在创业路上 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可这个人在上学时 却没少欺负老杨 那时候我们做同桌 我老逗他 我逗他 他生气就用书敲我脑袋 我现在就告诉他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 都是他当时用书敲的 他捣乱了 一会儿我就拿水敲他 他说他现在有时候脑子不好使 就因为那时候 那也不可能 他现在属于年纪大了 脑子不好使了 互相挤兑 就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当年 两人大学毕业后 都在青岛工作 便从朋友 变成了恋人 那时 杨红谦做导游 一年能赚个十几万元 他在青岛买了房 买了车 可就在他们结婚的前一年 老杨的一个举动 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 至今 提起那时的近况 李丹和妈妈 都控制不了情绪 好好的日子 怎么一下过成了这样 杨红谦当年 又做了什么呢 2011年的一天 老杨帮同事带旅行团 去青岛牢山 客人在山里的农家乐 吃过了炖土鸡之后 觉得未美又有嚼劲 又看到了院子里散养的土鸡 吃的是玉米粒 麦夫 觉得很天然 就提出想买 可老板开口说了个价格 让杨红谦都很意外 当时的价格定的还挺贵的 两三百一只 当时还肉鸡 还是占市场的主流的 他们也就是 五六块钱 七八块钱一只 一只鸡的话 大概在二三十块钱 而当时那种小跑鸡 已经卖到两三百了 就是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高的 基本上相当于十倍 尽管价格高 客人们还是把老板的 十几只鸡都买走了 老杨从小在农村长大 他没有想到 散养的土鸡 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回来的路上 他冻起了赚钱的脑筋 像那种鸡的养殖成本的话 不会超过一百块钱 当时 老山里边的养殖户 都是养的比较少 像三五十只 或一百只八十只这样 我就想着 如果把养殖的量扩大 养上几万只的话 我估计一年的话 会有个几百万的收入 应该是很轻松 回到市区 老杨和李丹 商量了一下 就在青岛周边 租下了十五亩地 养上了七八千只鸡 每天早上 把鸡放出去 晚上再赶回来 从那时起 老杨就发现 这些鸡特别爱打架 打架是最好一种运动的方式 打架能力比较强的 肉质是最好的 因为它的运动量非常大 脖子上就没有毛那只 对 身上毛基本上都没有了 它是属于 不把衣服脱了 打不过它们那种 展触那个也是 对 那个也比较猛 对 打架是很平常的 我也很喜欢看它打架 没事拿一点粮食 在这给它扔着 看这个鸡打斗 挺好玩 当年杨红谦也和现在一样 看着鸡打架心里就高兴 在他看来 这些打架高手 长势好身体棒 等十个月一到 七千多只鸡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可到了销售鸡 上门来的经销商们 瞅了瞅老杨的鸡 却压根不愿意收购 给出的理由 却让杨红谦哭笑不得 采访时 老杨就带我们去了 金香县的活鸡销售市场 他说 来到这儿 就能知道他养出来的鸡 经销商们为啥不愿要 到周边收鸡 你们都愿意收啥呀 就是毛片好的 长的卷的 哈哈哈哈 你放人家那 养鸡的那一看 又是长的不好看 毛片不好的都没得要 那又是又给人家吃 哈哈哈哈 他们就不愿意要那的 他们要 要什么样的 咱就给人家吃什么样 买东西 好看的买东西 问题就出在毛上 笼子里的鸡 老百姓看上哪个买哪个 在这市场里 别说秃毛的鸡 毛少的都找不到 我觉得 没毛的话 它的肉质更好吃 希望它卖个好价钱 结果并没有达到这个 这个效果 就是外地的经销商 看到我们这些鸡之后 就是说你们这个 不能叫笨鸡 就是打的 完全都是秃毛了 可以说叫秃鸡 杨空谦怎么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鸡的颜值上 在跟头 他和经销商一遍遍解释 这样的鸡肉质肯定好 却压根没人理他 乌鲁偏逢连阴云 小鹿还没有找到 老杨的鸡却得了一场大病 一个月的功夫 就死得没剩几只了 本身呢 抱着很大的希望和期望 去做这件事情 看着我养了一些鸡 一只一只的死掉 就像我冲住了 很大希望的梦想 一个个破壁了一样 所以这种理想 跟现实的落差 很难让人接受 没事妈妈 挺好的 来了就说挺好的 挺好的 报喜不保佑 是 几乎身无分门 老杨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 可那时 他心里却有另一个想法 越来越强烈 他不想就这样认输 在他看来 这一次失败 只是因为没有经验 这一年的经历 让他更确定 自己坚持的养殖方式 未来一定是有市场的 我们来养殖的一种 真正的无残留 无公害的一个农产品 他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觉得肯定以后 人们会越来越重健康 对这个肯定会越来越不认可的 不认可你就会找到一种 想吃到一种健康一点的东西 他要去创造这样一个东西 那时 从朋友到家人 只有李丹一个人支持老娘 做他想做的事 那一年 他们卖掉了青岛的房子 回到老家金香县 李丹把嫁妆私房钱 全都拿出来给了老杨 他想让丈夫完成自己的梦想 别人不支持他 支持他 我得支持他 我得 你为什么这么支持他 别人来说 对他还不那么重要 我觉得我的立场 还是很重要 对他来说 对吧 因为他最亲政界的人 都不支持他 他怎么继续下去 我要做他强有力的后盾 我那个世界最低谷的时候 我们俩结的婚 对于当时的我来讲 可以说是雪中盛碳 没有他的这个支持 也没有今天的这个 小有成就 带着妻子的支持 2013年 杨洪谦在金香县 再一次开启了机场 老杨格外珍惜这一次机会 那时 他几乎每天都守在机场里 没钱请工人 什么都自己干 他说 最放松的时刻 就是自己烙饼吃的时候 老杨说 当年的烙饼可没这么好 啥菜都没有 但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苦点累点 他都不怕 不仅如此 他还有了更多思考 要想把鸡卖出高价 光是埋头好好养 是绝对不够的 老杨琢磨 一定要找到一个 能让产品一下子 被人记住的标志 一天 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抬头看到了一个牌子 这牌子上的字 给了他启发 金香县 是全国有名的大蒜之乡 老杨琢磨 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金香大蒜的名气呢 金香大蒜非常有名气 所以我就想 用金香大蒜喂鸡的话呢 借金香大蒜这个名气 打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奔机品牌来 老杨看中的 不仅是金香大蒜的名气 还有一种功效 采访时 他就用大蒜 给我们做了个小零食 老杨点起一堆火 等明火灭了 把大蒜丢进去 烤一会儿就能吃了 有点像烧烤那烤大蒜 有点有点 但是烤的比较软了 但是这个还有点焦味 挺香的 点辣味都没了 没有辣味的 对 不光口感可以 就是效果也很好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 小孩子偶尔有点拉肚子 肠胃不好 家长是不会带他去吃药打针的 吃这个大蒜就有效果 就管用 那么后来才慢慢知道 就是用了大蒜杀菌 消毒的作用 对人的效果这么好 那对鸡怎么样呢 一直以来老杨想做的就是少用药或者不用药的养殖模式 小时候的偏方给了他启发 也许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机的疾病 而他的想法也得到了证实 也有一些呢 用那个咸打钻弄碎它 以后呢 铲到死了里面 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呢 这个抗病的效果 试用了以后呢 他对这个甲气 以及呢 其他一些甲醋的 这个呼吸道 消化道 特别是这一些疾病 尤其那个控制效果比较好 撒菌作用啊 也都是比较突出 可是给鸡喂多少呢 大蒜味道重 放多了 鸡压根就不吃 就算是吃了 也会严重的刺激肠道 而放少了 又起不到杀菌防病的作用 老杨开始了 一遍又一遍的实验 他把一百支鸡放在一起 不断地调整 放入饲料里大蒜的比例 说起这比例具体是多少 老杨还挺神秘 大蒜也是 就是你的大 对 这次一带有多少 具体呢 我还真不方便透露 因为我们这个是 严格地经过长期实验 得出来的一个比例 也算我们的核心 核心机密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比例是非常严格的 除了大蒜 老杨还找到了一种活性菌 加入饲料里 综合大蒜的刺激性 就靠这个配方 他终于实现了 那个少用药 甚至不用药的养殖梦想 不仅如此 老杨还把鸡按年龄大小分开养 就因为当地人喜欢 至少六个月大小的鸡 养的时间越长 市场价格越高 采访时 老杨就抓了几只鸡 交了记者一招 怎么大致判断鸡的年龄 空鸡啊 随着它年龄的增长 它的这个鸡腿的后面 会有一个比较尖的一个凸起 这个就是 对 这个就是很大一个 像一个黄豆一样 对 这个还不算太大 时间还不算太长了 这个是大概多长时间 这个大概有六个来月 而老杨手里 这只一年多的鸡 脚上的凸起 已经长到了一厘米长 就相当于树的年轮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 它这个后灯呢 才会长得更长 这都没翻做假 这个造不了假的 这个造不了假 养殖时间长 成本高 老杨一直舍不得 建卖厂里的鸡 从那时起 他也开始挑客户了 采访时 他就常常接到 这样的电话 我们听老杨这意思 是不太愿意卖给人家 他是想那个 走批发渠道 我说可能不太合适 我们零售的价钱比较高 你还是不愿意批发 对 因为批发 它的价格肯定是不起 所以批发 它根本体现不到 我们这个特点 不低价批发 老杨必须开辟 自己的销售渠道 将销售的主动权 握在手里 2015年 他描上了一块 三百多亩的苗圃 这块地 仅一年的地租 就要十几万元 而老杨却坚持 一定要租下这里 我们这个苗圃基地 就是离一个旅游区 比较近 然后也可以把游客 给引流到 我们这个散养区里边 来进行一个 亲子活动 然后捡蛋 抓鸡 亲子的一个互动活动 距离这片苗圃 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是一片民俗旅游区 老杨 就是看中了 旅游区的人气 接下日 老杨在旅游区 打广告 吸引游客来基地里 免费品尝 地锅机 做游戏 唯一的要求 就是大伙 能发发朋友圈 帮他拉动人气 就是带孩子来玩 然后呢 就是发一发 朋友圈就行了 我们知道 朋友圈这个东西啊 它都是一个 基于信任的一个过程 它发了之后呢 别人看到 这个不错 它可能会演发 这样的传播啊 比我们很多的硬的广告 也好得多得多 看 这就是顾客们发的朋友圈 老杨通过客户们的口口相传 迅速扩大了知名度 如今 它的一只鸡 平均价格能够达到100元 鸡蛋 能卖到1元多一枚 2016年的销售额 超过了600万元 下一步 老杨还想继续扩大规模 不仅如此 他还有个更大的梦想 就是赚更多钱 带着老婆和女儿去旅行 去看世界 很难说你苦干努力 这结果一定就是最好的 河对面有个桃子 修桥 造船 费很大的力气 过去到树上 把桃子摘下来 摘下来以后发现 就在河这边旁边 就有一棵树 有很大的桃子 比那个还好 苦干本身是第二位 这个巧干的意思 就是把战略制定 采访的时候 杨宏谦总说 创业 吃苦那是肯定的 但是埋头苦干的同时 还得用对巧劲 做一个有心人 要学会借势 把身边的这些资源 都给他利用起来 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 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 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咱们一起来看 致富金下期节目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原本是普通打工仔 可打工多年仍然身无分文 还因为浑身的腥臭味 被起个外号臭咸鱼 谁都没有料到 一种不受当地人待见的鱼 在他手中摇身一变 成了赚钱的宝贝 新奇做法 巧曼鱼 实现财富巨变 看重庆乌山的张美 如何咸鱼翻身 用一个个创新方法 靠鱼扭转命运